俄罗斯观点报网站10月17日发表题为 中国为俄罗斯农民提供广阔机遇的文章 作者是奥利加萨莫法洛娃 全文摘编如下 俄罗斯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对华粮食出口 无论是出口量还是出口额都在成倍增长 中国人开始愈发频繁地购买哪些食品 俄罗斯出口商要如何抓住机会 在巨大的中国市场分得一杯羹 俄罗斯对华出口规模最大的是能源 但有趣的现象是 俄罗斯农产品出口势头强劲 今年出现了惊人的增长 据俄罗斯农业部下属的农产品出口中心统计 今年前8个月 俄罗斯对华出口农产品550多万吨 同比增长1.7倍 出口额几乎翻了一番 这使得中国成为额粮食的主要买家 中国从俄罗斯进口了哪些产品 首先就是大量植物油 中国人通常将其用于烹饪 中国从俄罗斯主要购入 优质的菜籽油 葵花籽油和豆油 中国人抢购的另一类重要的俄罗斯产品 是鱼类和海鲜 中国已成为额此类产品的头号买家 俄罗斯对中国的垄冻鱼出口量 几乎翻了一番 达到62年9万吨 出口额增长了三分之一 甲壳类的供应量增长近70% 达到2万吨 数百家俄罗斯鱼业公司 获得了对华出口海鲜鱼类的许可 自日本开始排放河污水入海后 中方禁止从日本进口不安全的鱼类产品 不过要取代 日本对中国的鱼类供应并不容易 因为俄罗斯向中国人供应的鱼类完全不同 主要是冷冻明太鱼 鱼和飞鱼 2023年俄罗斯首次开始向中国出口钢丸豆 8个月出口近30万吨 该产品的对华出口也有着巨大增长潜力 农产品出口中心认为 俄罗斯对中国的农产品供应有望继续增长 最有前途的品类包括海鲜鱼类 穀物 肉类产品和植物油 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经济理论系副教授 叶卡捷琳娜诺维科娃指出 农产品对华出口的增长与进口替代政策下 俄农工综合体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 同时也与汇率变化有关 诺维科娃说 俄罗斯与中国有着共同的边界 这大大方便了俄罗斯产品的对华运输 这位专家认为 到2030年 俄罗斯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额 完全有可能达到100亿美元 他说 如果我们的农工综合体继续得到发展 特别是提高对华猪肉和其他肉类产品的供应 这一目标完全有可能实现 物流是对华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主要障碍 要想实现出口的增长 就必须扩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 尤其是要提升铁路的运力 欲望中国的货物主要走两个口岸 外贝加尔边乡区的外贝加尔斯克和 滨海边乡区的科罗杰克窝 此外 哈巴罗夫斯克附近不久前 开通了一个新的口岸 中国食品市场的特殊性也可能带来困难 俄罗斯食品生产供应商联合会执行董事 德米特里沃斯特里科夫指出 中国对进口农产品有许多严格的要求 涉及动植物简易证明 价格协议 营销和广告的投入 创建新的商标 以及按照中国的法律 文化传统和口味 来调整产品成分和商品包装